字幕提供 大家好 又到新播出 是多少時間了 又是我們兩位 我是Wono 我是Kathy 我有點睏 現在是到下集 因為我們已經拍完上集 現在是下集 因為已經經歷了8小時 是的 我們由他們剪完片開始 我們要等到他們剪完片 才可以開始下集 我想睡覺 但小編又罵人 這個人真的 你剛剛睡醒了 想睡 鬚筋又開始出來了 比上集長 已經長了 事不宜遲 快點搞定 快點下班 重要的事情 Like、Comment、Share 還有訂閱 還有按我們的鈴鐺 有新片 立即知道 立即再看 沒錯 入正題 我們第一輛要說的車 就是POWER64 看到我們整桌都是 說哪一輛呢 先說最新的車款 就是2023HONDA CERIC Type R FL5 它當然是2023年最巨劃成 和最搶手的新車 因為HONDA目前 正在發展純電的方向 有傳 這就是CERIC Type R FL5 應該是最後一輛 配備純燃油引擎的性能車 外觀營造了11代CERIC Hatchback造型架 從FN2開始 Type R就會有大尺寸的尾翼 FK8延續的中至三出尾管的特色 它都保留下來了 我們便會看到 它都出了兩個顏色 一紅一白 它這個就是Championship位 這個就是 其實以往 你說Type R一出 其實最主要都是 白色一定有 物質在 都是會出一些紅色 藍色的 遲下才會有更多顏色 以及順帶一提 FL5是現在 2023年最新的Type R車 大家都有很大迴響 今次就是Power R64 比較快地推出這輛車 大家如果想先到為快 快些擁有FL5 那就不要錯過了 個人來說 我便推薦白色 因為我喜歡白色 我個人便推薦紅色 因為我喜歡紅色 這段說話挺假的 一個紅一個白 對,一紅一白 也很不均真 那也是買104嗎? 下一輛就是Lancruiser 第七十一 雖然它是七十一 但其實它是七十周年紀念版 基於經典七十年代 車系進化而成 古魄的外觀 甚麼為古魄的外觀 就是這些起曬角 車身特別高 前置擋風玻璃是平面 不是現在的弧形 古魄的外觀 和八十年代推出的七十車系 分別不大 它的車身是短軸 即是這個位置 距離是比較短 車尾外掛了一些 其實這應該叫外掛 即是外接了一些油桶 後備車胎 這些越野能夠用得到的工具 這次也是有這條喉 上一集都說過 外置式的進氣喉 以防跑蛙裡的時候 有水蓋過 會蓋式引擎 所以這條喉是外置 由車頂入風 今次會有兩隻色 一隻就是白色 一隻就是灰色 我個人就是喜歡 今次我是喜歡灰色的 我今次個人就是喜歡白色的 又是這樣 為甚麼你經常都不跟我一樣的品味 我不會跟你一樣的 為甚麼 我們不是一對嗎 不不 Trimar Gun 你真是Trimar Gun 我又CAP了你的樣子 我又CAP了你的樣子 有的 CAP了甚麼 可能用來上次那張 做封面 又用來那張 最好轉為公司Facebook的icon 用我的樣子 對 這麼喜歡的 可以用 OK 小編給點讚 對 我們給了幾個讚 好 之後就是第三架 就是BMW 2020BMW M3G80 它就是2020年第三個正式發佈的 第六代性能小鋼炮的BMW M3 為甚麼你把聲音陣陣地說出來 一說到小鋼炮 即是有點不太定 它就採取了M4系列相同的巨型尺寸的水箱護罩 前面 即是這個位置 是的 鬼面罩位 沒錯 昨天它用了四斤超大的排氣管 我真的跟稿讀 即是小編的稿字眼 很奇怪 四斤超大排氣管 在後面 四條 對 四條 以及這個炭纖維的車頂 幫助汽車重心降低 兩條逐向有助優化它的氣流 即車頂這兩條東西 沒錯 優化氣流 看到上面 做一個優化氣流的作用 都是出了兩個顏色 這次也有少許細節位 就是在到後鏡子 大家看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 它會有一個到歐位 嗯 挺特別的 這次有兩個顏色 這次我喜歡甚麼 這次我喜歡藍色 我也是喜歡藍色 對 還有一次一樣 終於中了 我買的話 我一定會買藍色 也是$104 沒錯 我改回原位 好 最後一架的Para64 究竟是什麼 賓治 賓治 但是我看它跟賓治 不是很一樣 是否第二條線 這是甚麼線 這是Made Batch線 即是它是旗下等級最高的豪華房車 專用那條線 那條線 那條線 一條線 這架就叫做GLS600 原本賓治的GLS車型 再加以升級而成 外形基礎輪廓 它跟GLS基本上相同 所以大家看來好像很熟口臉 那樣 鬼面罩這次是非常搞笑的 我個人認為 都頗特別 全部垂直式 或者我們叫做直布式的造型 它超大的輪圈 22、23吋輪廓 是為這次的車型特別製造 它車輪的紋理 各樣東西 這些細節位 車輪這些條文 都會跟這輛車的主題互相呼應 再看回這輛車 如果以真車來說 它的採光是非常好 有兩個天窗 跟著車身全開式的玻璃窗 看上去的採光是非常漂亮 空間感很強 個人認為真車應該都不錯 但很可惜我不會有這些車 它經常會有兩個選擇給你選擇 譬如說 一出就出兩個顏色給你選擇 然後就被你賣光了 其實我個人喜歡灰色的 但我喜歡沉色的灰色 如果今次我會選擇 這款比較特別的紫色 我也覺得紫色是挺特別的 你不要經常跟著它 很友善嗎 我算是你後面的狗狗 好了 是不是已經沒想出了 沒有想出 就有尋規圖了 好 接著就到BMC 對 我們一架的變形 這裡 好了 我們先說了一個最特別的款 就是這個 這個交給你因為它的顏色是非常特別的 我稍後要讀它 是不是我都怕有點尷尬 我先挨後一點 我先挨後一點 對 我先挨後一點 先挨後一點 就是這個ISUSU的DMAX2018系列 它是DMAX2018的車款 贏得2017年大月野柴油T2個人組的冠軍 沒錯 其實這輛車在BMC之前已經推出過2016年的車款 這次它改了2018年的車款 它用了一個很特別的顏色 這個就叫做Tie Light Orange 中文就叫做Tie Light橙 還有它會有燒 我不想笑 其實是別人笑不需要你笑 不需要你笑 我沒有笑 我沒有笑 還有它有超多配件 就看到WARO拿著這堆 它有些車尾尾斗 有些頂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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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給大家看一個造型 有些不同的泵把 有些很多不同的配件可以玩 不過這個車款來說 我的同事就不小心掉在地上 但是看不到的 大家買的時候 就不止一個車輪 它會有跟四個車輪 還有一條後備帶 有五條車輪 我同事就倒在地上 應該拍不到的 對,拍到 拍到 這次一定要保留車輪 這裡有一顆 兩顆 三顆 我稍後會努力找回四顆 我會跟五條車輪 和這裡的配件 有五個連結 五條車輪 不過現在只剩下一條 可以嗎?下面還有 可以的 一會再玩吧 好,就這樣決定 一會再玩吧 也是129元 超多配件 DMAX從來推出 都是超多配件 大家要留意一下 還有它的避震也不差 非常好玩 你掉了個洞 對,不差在 你倒得五 不過倒馬 一條徹底一點 怕不做 好,接下來就是第 Next 第Next 第Next OK 一個是鴨屎綠色 鴨屎綠色 鴨屎綠色 其實它是 那個系列第一代的車款 在1992年推出的 LSE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長距軸版本 LWB LSE 長距軸版本 今次推出的 這兩個顏色 都是之前未推出過的 有粉藍色和鴨屎綠色 一樣它也是可以開門的 而且有些配件給我們 有車輪 今次有袋子入住 不會掉 今次也是一樣 有車輪給大家換一下 有車輪可以放進去 這個就是BMB 這兩架在賣118元 很漂亮 很慌 這架又是特別的東西 日產Silvia S13 拿上手看看 好像這個適合你介紹 我們上一集介紹的車款 這次這架 都是中國Hobby 2023展的特別版 也是BMC最新的帽子 第一次跟日產合作 這個車款 Silvia 是1964年首次登場 經歷過7代 即是7世代的改變 流行的雙門跑車款 現在很多人喜歡雙門車 比較特別 跑尾比較重 後驅的底盤 它相當受年輕人的歡迎 直至到第7代S15 在2002年的時候 其實整個Silvia系列 已經停產了 沒錯 即是已經成為歷史了 沒錯 今次這兩部 銀色白色 除了顏色有不同 還有什麼分別 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替它換了包圍 白色就換了包圍 銀色就換了包圍 白色的 如果換了包圍之後 跑味會比較重 車頭和車尾 都是比較誇張的泵把 如果你說銀色的 街車感覺比較強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歡 去換不同包圍 都是有一代配件給大家換 還有一張水貼可以改 如果用白色貼上 這個炭籤頭錦 非常漂亮 沒錯 非常漂亮 那麼多東西玩 又有水貼給你貼 又有整套包圍給你換 多少錢? 100元 不得了 說完 不得了 剩下最後一架 桌面橫快油 這架也是 比較特別的車款 大家都這個拉花 可能都很久沒見過 我幫你拿著 不要 好 不要 好 這架是什麼 讓我再說問 Asta Martin GT3 Groove的拉花 這個拉花 其實很多車都會出過 很多品牌 很多不同模型車的品牌 都有出過這個拉花 我都有見過這個色的拉花 非常之多 不同的公司都有這個拉花 這架 Vintage的GT3賽車 設計是來自 Lamance 24小時內九賽 Vintage GTE賽車而出現 取代上一代 服役了七年 獲獲無數的V12引擎的GT3賽車 這個Groove的拉花 不用說 都很受歡迎 每次推出大家都會買 粉藍再加橙 沒錯 粉藍色的低調 橙色的浮誇 加在一起就非常特別 我覺得有一點 Tiffany Blue的感覺 沒錯 這次Pockrace的盒子 都是用兩種顏色 有粉藍色的前面 橙色的後面 不得了 今次這架 我們只是賣108元 沒錯 很值得買 看回車窗 其實都做得不差 都很特別的 裡面有防菌加油 大家都可以買一架回去玩 推起來也很上手 推一下 很純粹 很純粹 那 今天我們要說的車 都說完了 我們終於完結了 加上剛才那部多少 123456789 沒有了 數不完的了 20多30架車 我們應該錄了差不多接近 有沒有一天 加上23小時 已經時間過得很快 剪完片應該差不多 時間過得很快 真的有點硬分 大家都累了 這幾年大家都累了 那麼 就這麼多了 都說完了 還有一些最重要的事要說 交給你 提醒大家幾件重要的事 就是要讚好 留言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我們的鈴鐺 我同時就斷氣了 沒錯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我最後的力氣就是我們用了在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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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